大家好,我们前几节课都讲了这个植干怎么出,红叶的植干怎么出,叶子怎么换 我们今天讲一下有些叶子深,有些叶子浅,有些叶子亮,我们怎么去给它提色 我们还是先出枝 毛笔打湿,桥树,淡墨,倒笔度上,然后避避水 然后再来点种末,笔尖上来点种末 好,我们开始 稍微种一点,比较来点稍微种一点 开始出点儿枝,从这儿出枝 出枝干就跟画梅花很像的 梅花很像,梅花的枝干怎么画 这个再出稍微 出一点儿枝干 出一点儿枝干 可以这样搓着走 只干呢,稍微就是给它分布一下,也不要出了太多啊 我们先分布这么多,我们先开始画这个红叶 毛笔大湿,然后呢,调出藤黄 看你的画叶子多少,然后调出藤黄 调到笔度,笔尾,笔度后面就快到笔尾了 然后呢,花青加进去,调淡绿 调个淡绿色 淡绿色一定要调到笔尾,笔尾就到笔尾了 笔尾出了,然后注意啊,笔尾水 然后调猪砂到笔度上 猪砂调到笔度上 猪砂调到笔度上 好,然后我们再调属红 快到笔度了 属红调的时候快到笔度了 提起来,毛笔一点点都提起来啊 好,注意,笔尖来点腌制 调一下,好了,我现在开始画啊 把这叶子画这边多一点啊,注意 测缝画啊,测缝画 测缝,一定要把这个毛笔测起来啊 测起来 有宽的,有窄的啊 有那什么,没有颜色,没有水的 我们再加点水,加点颜色 这样让它有点变化啊,让它有变化 有大叶子,有宽叶子 按下去啊,毛笔要按下去 好,再来点 画的时候呢,肯定颜色再不断的去消耗掉 那么我们自己要把它颜色补充一下啊 补充一下 嗯,基本上是这个叶子就差不多了啊 我们现在开始勾它啊 我们换一只,还不能勾 刚才我们说了,要提色的啊 提色,我们看哪块叶子 我们先让它亮一点呢 我们再加点猪砂 调一下猪砂 然后呢,我们看哪块叶子啊 我们想让它亮一点 我们把这块叶子让它亮亮 可以给它往上面叠加啊 叠加 叠加叶子 你看啊 哪点让它更红 我们就让它更红一点 还有了呢,我可以调点这个胭脂 让它暗一些 都可以的 让它有所区别 你比如这个颜色 我让它更暗一点 这叫提色啊 叫提色 你可以就是在上面再提 提点颜色就说 差不多了 我们就开始 这一点 我们可以开始勾了啊 勾开始勾 勾了换个小提头笔 然后呢,笔尖 占中等墨色 占中等墨色啊 开始勾 画叶子的时候呢 不要把那个叶子画了 那个离直干太近了啊 我们要留住这个饼的位置 开始勾啊 我们从哪儿勾呢 都可以 但是一定要注意它的方向 一定要注意它的方向 用笔的时候一定要 一气呵成啊 用笔的时候一定要一气呵成 小叶子 它是卵型的这个叶子啊 卵型的叶子 就是有时候是 到卵型 有时候是正卵型 再加点这个水 加点墨 不能让它太 太干了也不行 太阴的也不行 不停地再加点比较 加墨啊 让它跟着叶子有所区别 都得勾到啊 这叶子都得勾到 这个 这些勾线呢 是中国画的勾线 用线来造型 中国画就是用线来造型啊 看这个 这边这个小叶子 不断地往这个 笔尖上去 加这个墨啊 你看这是倒卵型 再加点墨 这个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在上面再点点点这个 稍等会再点吧 我们先把它饼给它连起来 这个饼也很重要 最后再连饼 这个饼把它连的时候呢 就要 这个时候可以给它 把它叶饼 所以刚开始不要画太 叶饼去 叶子给它 看那么近啊 给它 离质干太近的话就 不生动了 好 这个 就是说我们要可以点点点 点都 质干上点点都 增加点这个氛围 好 然后在上面呢 叶子上面再稍微点点这个 稍微重一点的斑 双斑吧 可以点一点在这 在这个笔叶的根处 稍微点点点双斑 好 这个画就 整个就画完了